生命电视与你共同关心世界 这的生命就像呼啸 生命电视与你共同关心这世界 接下来请收看 海涛法师救护众生讲座 海涛法师救护众生 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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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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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養成那個習慣,這個叫禪 這個禪就是形生菠蘿菠蘿蜜多士 所以各位講到這個,你一定要養成習慣 譬如說現在你來講堂,你不能說 我喜歡唸歐巴尼唄,其他我都不管 那你就浪費了 來這個講堂,這個講堂在幹嘛 所有的現象都是為了唸佛、唸法、唸身 大家做善法 雖然做善法,人也好,講堂也好,法會也好 遺鬼也好,大家供養也好,剛剛護職 救生命也好,它的本體都是如幻如化的 我們叫三輪體空,空性的 那你要就這個去了解,因為你如果不了解 那這個講堂叫你去引導它更好,你不會 那我很專心的念阿彌陀佛,但是你不會經營講堂 你不會經營佛教啦,那你的功德就少了 要成為一個佛陀,你要圓滿很多事件的智良 所以今天你坐在一部公車上,那你要開始分析這一部公車 它是如何組合的,它的性質,它的用處 你都要分析得很清楚 這條路線它怎麼跑的 突然這個司機有問題,你可以幫他開車 而且你知道路線怎麼跑 你不能說,那個時候我只管我自己阿彌陀佛,我只管我打瞌睡,只管我打手機 那你就浪費了 因為你沒有利用這一趟坐公車的旅程裡面,去了解萬法 因為佛是世間覺,他是對世間的一切他都了解 而且活在當下,當下是空性,但是又怎麼去用 所以就像各位現在坐在這邊,哎呀,法師突然都不在了 空了兩個鐘頭,那你可以拿起麥克風 這部分在家出家的,引導大家從事於修行 但這裡面沒有驕傲,沒有自備,只是因為你懂了法 那希望人們在守八關在戒,保持怎麼樣的正念跟行為 那你就要馬上會這個事情 那這樣你積的功德就大了 所以釋迦牟利佛說 百千萬億橫河沙布施,包括我們放生了 還不如一句法布施的功德 那是講解一句佛法的功德 那你要把握,除了財布施,我們也要法布施啊 那你如何把這個佛法活動辦得很好 那你要去研究 不能說等你到了那個階段 那你要準備好,什麼事情你要準備好 你到了醫院也不要浪費時間 希望醫院的人都好起來 護士在說什麼我要了解 醫生在忙什麼我知道 這個醫院為什麼配備比別人好 他是不是護持很多收入很多 那為什麼大家喜歡到這個醫院來 不喜歡到那個醫院去 那你都要去分析 講空不離開緣情 你要去分析他 分析得非常的清楚 但是你分析他不要執著 什麼叫執著 這個小姐漂亮,這個男人家裡有錢 我想要跟他攀緣 做生意的人就是有一個攀緣 那你就被卡住了 被那個金錢,被那個外表地位卡住了 這個了解是個聰明他不是智慧 我們了解只會產生悲心 而不是一種戰友意也不會排斥他 但是你不能說跟我沒關係 我是個吃財人,我管你在賣肉 那賣肉人他為什麼要賣肉 他的心態,那些肉有多少痛苦 他一個月賺多少錢 為什麼他們要吃肉 那你都要去分析 找到他的苦,那我能做什麼 我來超渡他們 我也來減低他們的業障 將來用什麼方法可以引導他們 我們過去也是殺生吃肉的人 現在我們也會吃素 要用什麼方法 那你要分分秒秒 就像我現在坐在這邊 各位坐在我面前 假設這邊有五百個人 有五百個人有五百個夜暴體 五百個友情 雖然本體都是空性 但每一個顯現都不一樣 那我必須了解 這五百個人的共同心態 那是怎麼了解呢 因為我要保持那個想了解的願望 那自然就會相應 自然就在那個時間 那個切入點能夠講出相應對方的 幫助的 就像我現在坐到上面來 我根本沒有預計要講什麼 只是要坐上來 念一碗 開始要念 那是他就會有一些相應法出來 為什麼 因為我有一個動機 我這個動機是符合佛教的 立他的心 希望大家的手包觀在界 得到佛法的利益 那至於對方需要什麼呢 那就做醫生就要觀察對方的臉色啊 所以針對他的需要 所以我們必須發起那個悲心 就是說我願意了解你 關懷你 希望對對方有幫助 這樣可以 那你有這個動機 然後在這個動機是個悲心 然後你內心裡面 無所求就是個空性 那自然 對方就會顯現出他需要什麼 而且你內心也會顯現出 可以對知他的方法 可以幫助他的方法 這是自然的 這個毫無照做的 但是你只要保持正念跟這個動機 那這個很重要 那各位這個要學習這個 我今天你跟一個人接觸 跟一隻鳥接觸 跟一個市場接觸 你還是保持在這個空性跟悲心裡面 那在那個時間就會在最好的因緣 在最好的因緣創造最好的狀況 來達到剛剛講的財布施法布施 也因對方離苦得樂的無畏事 這個叫不可思議 就像各位 天空會出彩虹 我們也不知道對不對 但是你很認真的 在施食 在做某個活動 那個就改變了 肚子痛的人突然好了 你雖然現在還缺十萬塊 但是現在是我修行的時間 我還是努力的修行慈悲 突然因緣不可思議 等一下有人打電話給你 剛好你做生意賺了十萬塊 那你會覺得不可思議 但是你不能為了十萬塊再煩惱 那不行 你現在該做什麼 那佛教還是叫我們不離開 歸三寶的菩提心 空性 大悲心 這樣很認真 那自然顯現 這個就是明 所以你安住在空性 那你就顯現一切 進一步你能夠了解一切 那歸根來講 那佛教要我們 消除我執法執 消除煩惱 消除分別 那你就自信自然流露 那自信流露 就像一個水晶球鑽石一樣 它就可以反射一切 清清楚楚 但是它有 那個只是反射在它鏡子上面的 但是都是空性 但是卻清清楚楚 而不是說這個鑽石 或是這個水晶 故意要把對方的影子抓進來 沒有那個想法 因為對方的影子 還是隨時在變化 對不對 像各位一走動 它就在變化 但是你又很清楚 所以各位聽我這樣講 就知道說 為什麼要保持在正念 中國人說 靈靜至遠 水清月明 你不需要一般人就想 我希望月亮不要動 讓我看清楚 事實上你的心平靜的月亮 就清楚印在你心裡面 而且在你心裡面 一點遠都沒有 戒定慰 就是希望我們透過戒 專心 而顯現 看清楚 看清楚 就不會痛苦 不會執著 不會放不下 叫會解脫 那如果你能夠經常保持這個狀態 叫心解脫 那你會開發神通 開發不可思議 那只是說 那你要養成習慣 所以八關在戒 並不是說 今天才叫八關在戒 而是我們透過八關在戒 的修行 保持這個正念 透過念佛念法念生的正念 調整 就像透過奧彌陀佛 透過念佛清淨 或是亂著水 透過明凡 轉一轉 明凡融化了 水也清淨了 那如何在日常生活裡面 待人接悟 處理生老病死 愛恨別例的事情 保持空性跟悲心 佛教是一種超越 超越痛苦 而不是說 我不要痛苦 沒有人不要痛苦的 只要你有肉體 就會生老病死 但是你如何超越呢 但是超越你就要冷靜分心 哪有我這個身體 但是你如果沒超越 你就會卡著 身體是我的 這是慣性意識 我們叫概念思維 身體是我的 今天突然有一個東西砸到你臉 毀容了 流血了 你剩下一個眼睛 那也無所謂 還有一個眼睛可以看 但是你接受不了 因為我被毀容了 我這個臉不好看 如果我會這樣想 那我不是活在人的世界 我活在狗的世界 而且我家那隻狗只要認得我 它結果咬尾巴 它管我一個眼睛 但是如果你活在人的分別世界 你會覺得我一個眼睛很痛苦 狗不會管你 主人你斷一根腿 它還是跟你咬尾巴 主人你現在老公跑掉了 它還是跟你咬尾巴 因為它沒有你的分別意識 但是我們自己有這種 這種我只發展出來 我是人 為什麼毀容 為什麼我老公對我不好 那 因為所有的煩惱根源 所以首帕彎要你進化一下 不要去想世間的意思 持戒 保持正念 保持正念 就像現在上司他們在念 他們已經習慣了 保持這種三昧的狀態 按照經文是觀想 按照經文是持重 就因為這樣子的心靈力量行為 就把往生者引導而超度 如果往生者很有虔誠的時候 往生者在軌道在地獄道 那我就調整你 那問題你要調整這個苦 那你要讓自己很平靜 就像你去看到一個人 受傷了在那邊哭 那你要去調整他 你調整他 那你要用你的念頭 引導他的念頭 超越他身體的痛苦 你可能講一個笑話 甚至透過佛的力量 你念阿彌陀佛 你講佛法 那個時候 拉住他的心態 而超越他的身體的變化 甚至死亡的過程 所以我覺得更快 希望各位保持那種死亡的邊緣 就是說我現在躺下去 我可能就要死了 沒有人跟我祝念 現在我要幫我自己祝念 每天躺下去都要祝念 我現在一心念阿彌陀佛 觀想極樂世界 我做了很多好事 所以我現在就可以往生淨土 不管在任何時間 所以因為你在躺下的時候 你要思維這個 思維善法 回向淨土 那你就很安定的 睡著了 因為你保持在正念裡面 睡著了 保持在正念裡面 往生了 都可以了 對你來講 那八關宰戒是希望 雖然各位沒辦法出家 乃至每天保持正念 那至少利用八關宰戒的時間 你要一覺奉行 外以八之內六念 保持在這種 戒跟定的狀態裡面 開始關心周遭的一切 從周遭的一切去看到真相 萬法 都是緣起信控 萬法都在顯現佛法 那這樣你的腦筋才會清楚 如果各位要行菩薩道 我不能說 我只懂放生法門 其他我都不懂 你不要找我 我只懂念佛 禅宗我不懂 那你這樣講 不對 因為菩薩要法門物量試驗學 那法門物量學 是因為了解眾生無量 煩惱無量 我為了要解決 熟不一樣的眾生的 不一樣的煩惱 所以 我就找出那個方法 也去學習那個方法 今天我碰到這個事情 我不會解決的 我不能放棄 各位記住這句話 你今天剛才一件事 要處理的 馬上你就要清洗佛菩薩 要怎麼處理 看佛經要怎麼處理 那是打座去思維 要怎麼處理 那這裏 你就會開發處理 事的地位 所以大乘佛教的禪 它是講的是了解世間 小乘佛教的禪 它是了解自己 我趕快打座 不要跟我講話 我不要有貪嗔痴 究竟極滅了 我就超肚了 正好 那是大乘佛教 是以眾生為主 世界為主 所以你什麼事都要研究 那為什麼這裏是哪熟的 那是黃熟的 那這裏是哪熟的 你都要去分熟 因為你要開發 開發 世間節 正等正覺 三明 十六行 明行足 所以你要開發這些 而且了解萬法的真實相如來 雖然那是雞 那是水管 那是電風 那是電氣 那是天花板 這是有差別的 凡所有相 那凡所有相的本質 你都看清楚了 那重點是 你看自己看不清楚 你要怎麼看不清楚 所以慢慢 你跟世界的關係 你都很清楚 但很清楚又很和諧 沒有衝突 我們現在是衝突 我要快樂 不要痛苦 我要健康 我不要打拼 我要生 不要死 我要倒閉 不要分開 那你永遠在這種 拉拔 掙扎痛苦裡面 所以希望各位要了解 我們學佛要找到自信 了解萬法的真相 而能夠超越一切 而不是說 我想要怎麼樣 除非你精神有問題 你已經控制不了你的心性 反正我就是 我就是要這樣 我就是要這樣 那你叫強迫症 那你可能沒辦法修行 因為你有強迫症 有精神憂鬱症 你沒辦法修行 因為你控制不了你的心態 沒辦法 所以有些人來找我出家 師父 我要想要出家 我說問他 你曾經精神有問題嗎 有啊 吃過藥 那現在還在吃 所以你就還不能出家 除非你完全不用藥物了 然後內心又很清楚了 那你還可以 那有一種人是雖然沒有在吃藥 但是他個性控制不了 水性揚花的 好色的人 第二個 脾氣不好的人 第三個 疑心很重的 連三寶他都懷疑的 你也不能修行 因為你的煩惱刺慎 我倒 那這個你要了解你自己 那你要了解你自己說 我就是這種煩惱刺慎的 好色的 愛生氣的 心裡很亂的 那你要故意 勉強你自己專心 抄精 抄精 你不要再去想 我要去參加法會 我要去看那個事情 那你要隨時你的煩惱磨 那你有沒有懂 我要定下來 我要抄心經 一百零八遍 我要每一個字抄得很清楚 你要強迫你自己 先把你心安定下來 那你再來參加法會 對你有幫助 不然沒有幫助 你來參加法會 只想滿足你的心中的這種 我要什麼的時候 那就錯了 那佛教裡面叫 不能想我要幹嘛 因為這個萬法都是 平等虛幻的 有什麼好想的 想就是起心作念 就分別 所以我要讓一切事情自然自然 涅槃極盡 因為萬法這些 深深滅滅的 它本來就是在變化 我內心無所求 深滅滅即滅為樂 對外面的這種變化 我不會再去排斥或探語 那你就可以看到一切變化的殊胜 那但是為了要達到如此 我們要守戒律 修禪定 好 各位現在有一本書 修行法要 我們就念幾句話 那希望各位念的時候要達到功德 這什麼意思 每一句話 都是諸佛菩薩善知識的口訣 我很喜歡蒐集這些 然後呢這個口訣 對我們成佛 利益眾生斷煩老很大的幫助 所以每一句話念完的時候 就會產生一個功德力 因為我們在念佛念法念生 那希望這個功德力 對整個法會 對周遭的人 對消災 對六道眾生 對往生者 都有很大的幫助 那這個叫法力 為什麼 各位剛剛放的時候 念了大悲咒心經 因為希望這個法力 跟這個無形的穿透力 我們人在地下室 霧名在樓上 但是一集一切 我們念的不是像各位 各位剛剛在念 因為我有事 必須要跟人家講話 我會把各位的聲音 融入到六道裡面 那個比放錄音機好了 因為那個是有心照做的 有一個悲心念 放生以鬼 那是大悲以鬼 這個大悲以鬼 可以幫助六道眾生 忍悲歸一發願 往生淨土 我那個聲音力量很大 但是我們要隨喜這個法會 也把這個共修的力量 融入到空間公墓 融入到屏東 融入到地獄 那你要這樣做意 就是你要跳成這樣想 明明兩位上司在念 就可以超度多少了 我們這幾百個人念輸他們嗎 你要這樣想 問題是你要願意專心就可以 上司也念 我們也念 又供養 又下司 合起來的力量 對萬事萬物都有幫助 對整個法界都有加分 對四勝六凡都有幫助 就像你在佛前 多供一朵話一樣 那你要藉過這個力量 所以各位你要關心整個世界 現在世界上有很多地方 當正在念經 也在辦法會 也在做利他的老人怨 孤兒怨 就像護身炎 各位我經常觀想護護身炎 只要護身炎一天存在 很多物命就吃得都好的 被照顧 他們就多活一天 如果沒有這些物命 早就被殺了 對不對 那所以這一隻牛多活一天 這一隻蚯蚓多活一天 產生了一種生命的力量 一種放生的力量 那因為這個放生的力量 融入一道其他痛苦的生命身上 那你要把你的思想 做這樣子的一個關修 所以這個人生病了 那我要把所有這些善的力量 透過他回向給他 以及代表他一樣的苦的 所有的生命 願意持功德回向巴登仁波切 這樣 以及所有往生的師父上師 所有現實者 所有同樣病苦者 那你加入這個 所以你要把每一個因緣 都當做一個最殊勝的 就像各位結婚 叫終生大事 你可能很認真去買禮物 安排聯絡 弄了一大堆 然後很認真 那修行以後是 對不起 每次我都很認真 記住我這句話 每次每秒一個回頭 我都很認真 我在車上 車換到一個路 所有放生 煙共 點燈 所有功德 透過這幾顆米 恩阿亨 布施出去 每一條路 布施出去 不是說給孤魂野鬼 開車的平安 走路的平安 店家所有房子得到加持 這附近的男女孤魂 傅座在身上得到超度 那我要很認真的一次的恩阿亨 然後呢 最好大家加念 恩阿亨 因為很容易記起來 恩阿亨 六道眾生 通通想功德 你對六道眾生的真實關心 那為了幫我們恩阿亨 這六個字 能夠更強調 所以各位要融入地獄苦 惡鬼苦 畜生苦 天道 人道 阿修羅道的善業 以及他的惡業 的因 他的樂 他的苦 他的無常 他的本體 那你要去分析 本體都是空性 佛性 他是因為某一種業 在如此 某一種業 在如此 那所以你跟 就像你把你兒子 從生出來到養到二十歲 你跟他很熟悉 所以他一個動作 一個語言 都會影響你 所以我們要讓六道的輪迴苦 影響我們 要生起那個體獸 他的快樂痛苦 所以你要有那個快樂痛苦的無量心 然後呢 他們的體獸都在我這邊 所以 我這一把米 我這一句 阿彌陀佛 我這個 會產生一種 互相影響 因為緣起法 不得不影響 只是如果 你有那個心 你才影響到它 如果 你在念阿彌陀佛 你沒有想到人道的痛苦 那你就影響不了它 好 所以時時刻刻意念的六道苦 那為了幫助六道苦 你要生起悲心 最好的感受 還是那句話 父母為首有情重 就是 因為你對你的爸爸媽媽 最愛的人的感受最強 所以以這個感受 平等於六道 包括一隻長大螞蟻 你一直到你想得到了 你想得到 所以說我們這麼多人在念 那功德又不一樣 因為每個人都想到不一樣的方向 每個人 就像這邊有十個門 麻煩一個人關一個門 至少要十個人跑去 才可以在快速裡面 十個門都關起來 那眾生無量無邊 所以大家用發揮自己的心靈的力量 那為了要發揮自己的心靈力量 到無量無邊 所以你的心靈要非常的銳利 非常的銳利 就像我們以前在訓練 右手這樣 左手這樣 你要訓練 以前兩隻手一起繞可以 現在可以 兩隻手繞不一樣的扁 兩隻手寫不一樣的字 各位要訓練 右手也會寫字 左手也會寫字 有些人說用右手洗澡習慣了 右手身上 不要生成功 左手他不會用 他那個慣性他不會用 因為你不去訓練 你要一直訓練你的左手 右手寫出來的字都一樣 兩隻手寫出來的字也可以不一樣 為什麼 因為空就像奈米化一樣 它可以展現無量無邊的變化 所以 那不能卡在那邊說我是人 我就是這樣 那不行 請記住這句話 我就是這樣 對不起我沒辦法 那不是沒救嗎 那你要修什麼修呢 修就是改變 修就是可以改變 地獄可以升天堂 生病可以好起來 不會講話的變慧 笨的變聰明 不然修什麼 那你一直認為你自己是這樣 你不想改變 那就沒辦法 所以各位這一點要放下 可以的 可以改變的 你要很靜 然後呢 讓自己先超越這個慣性 我不能改變 這個執著 剛剛你跟人家吵架 現在坐在那邊還在生氣 還在生 那就沒辦法念佛了 沒辦法聽經了 因為你被一個煩惱卡住了 那就不行 你要暫時放下 你明天可能要開刀了 你今天來參加八萬災戒 很好 但是你不要一直想著 我要開刀怎麼辦 我要開刀所以我來受八萬災戒 你要把開刀這個事情放在 忘了它是幻化的 它是一個因緣 受八萬災戒很認真就好了 你有一個動機 我為了要開刀 所以我希望開刀好 然後你在受戒的時候 請你要忘了開刀 最後你再回想可以 你不能把我要開刀 一直放在整天 你哪有受八萬災戒 你今天來受的是我要開刀 各位這個記住 很多人來拜禪 師父我兒子得癌症 我說那可以 生起悲心 因為你兒子好 所有癌症都好 然後我們很認真地受八萬災戒 對不對 你忘了這個事情 知道它存在 忘了 但是最後終於更大的功德 回向給他 等你受到一半 你兒子就 醫生說先不用開刀了 為什麼 母子連心 你這邊要安定了 功德大了 他就得到了 因為你有心要回向給他 你從一開始就要回向給他 所以你在這個過程就很重要 簡單說一句 我們的爸爸快往生了 在那邊喘喘喘 你如何幫助他 定下來 為了他 送地上經 修儀軌 修破瓦法 你很定很認真 請問他會不會改變 對 你不要眼睛一直看著他 這個就是註念 註念是因為我 把我的福德上根因緣 一心念佛送外面群感染到他 我這樣他也這樣 就像大河跟小井 無論如何水位都平的 所以我的心跟佛一樣 我一心念佛 他的心 世界以你為原心 那你去影響整個世界 所以 你念什麼經奏修儀軌 就在修的時候保持那個專心 就像我現在要帶各位念這個 持心的力量 那所以你就念習很專心 你不要念念眼睛 就瞄瞄瞄看看 在那邊抓抓弄弄 然後呢 不想念 反正這個回家再看也好 那 那你就得不到別人的功德 你也沒辦法 把功德布施給別人 這樣了解嗎 大家一起念心經 我也很認真 我也得到別人的功能 我也融入這個心經的泛音 一起念 你也加入這個 所以你功德就很大 你不要在念心經的時候 故意念得很大聲 我念得比你好喔 我念得讓別人起煩惱 那你等於破壞了整體 那也不行 所以 如果我們的心跟大眾合為一體 我們的心跟佛的心合為一體 這個叫三昧 那個力量可大了 太大了 大的火都可以消滅掉 大的颱風都可以進化掉 為什麼 我這個佛教講 心念的力量 菩提心的力量 善根功德的力量 我們都做了 所以我想 我們大家真的很盡力 各位會 點萬燈 供萬水 放生 復生 做煙供 做做 打打打打打打 捐錢 有錢捐到沒錢 有 沒錢又捐到有錢 因為發財了嘛 賺多賺少 都在做了嘛 但是 這些力量 最大的影響力 是你的念頭 如果你的念頭是菩提心 那你這個力量 變成百千萬億倍 再加上聚香葉 這個月 就加一萬倍 下個月快到了 下個月 農曆四月 每天功德 多一千 一兆倍 因為下個月是佛陀的 出生月 轉法輪月 涅槃月 所以下個月 每天的功德 一萬億倍 那叫 沒有辦法形容的功德啊 所以各位 下個月 你一句罵人的話 都不想要做 就像今天守八萬災界 今天守八萬災界 功德太大了 但是如果你造了一個口頁 或是放逸 然後就造很大 但是如果你今天保持正念 那就百千萬億倍功德 那就八萬災界不可思議 所以希望各位 保持在時時刻刻的 八萬災界的出力心 那為什麼 為了眾生啊 為了圓滿菩提心 那習慣這樣去念經 習慣這樣去炒飯 習慣這樣去洗衣服 因為你在洗衣服的時候 當怨眾生 所有衣服都清淨 皆穿柔和忍入衣 皆批法衣 那因為你這樣觀想嘛 所以昨天我們經過一個地方 專門在洗衣服 我想 哇 太好了 歐馬里扁扁 這個念任言作 那個念大悲作 因為他都在賺 而且洗洗 就把眾生的惡葉 通通洗掉 洗床單 這個洗衣服 那個洗裙子 把惡葉洗 那你要加入這個觀想 你要把世間無情的東西 加入你的意念 善的意念 它就變成一個功德 那就像這個布 你給它印個佛號咒語 它就在轉經輪了 它就在動了 佛教我們要懂得 用 用 剛剛他們送我佛塔 明明是一個鐵 一個銅 塑成一個塔形 裡面給它放經典 然後加上我們的祝福 祝佛菩薩的加持 它變成一種力量 叫聖境見極解脫 不管任何眾生 那各位你要善用 善用 然後我們的根源呢 不是這個肉體 也不是物質 我們的根源 是因為你的心態 你的心態 而變成你的語言 你的呼吸 你的一切 你的影子 都可以幫助世界 又能夠進化自己 所以轉法輪要24小時 然後為了要幫助我們 這種敏銳的思想 最好的方法 深入經障 然後以深入經障的 這種功德 慈悲眾生 你在家裡唸心經 你要觀想 六道眾生都在我面前 爸爸媽媽在我面前 透過唸心經 他們可以消業障 可以正的空性 無掛愛 可以發起菩提心 是無上奏 是無等等奏 人除一切苦 因為你要唸心經的時候 你要這樣觀修 所以這個心經 就離不開菩提心 空性大悲心 所作善根都是波羅蜜 這個叫發菩提心 身性因果 獨送大創 趁進行者 所以我這樣講的意思是 希望各位要把經典 用在你的日常生活 跟修行裡面 不是念經歸念經 然後下台歸下台 出家人不能講兩種話 我台上台下 我都是出家人 講話都像出家人 你不能開車就不像出家人 做早晚課像出家人 開起車來就不是出家人 這我師父常罵的 因為那個習性開車就要衝啊 就要叭叭叭 就要超車啊 他又跑出來了 好來大家這樣念一下 請翻到第四頁 慈心的力量 然後呢 因為你修慈悲心念一個佛號 那這佛菩薩怎麼樣展現他的力量 這些對我們很重要啦 來第一 魔王摩羅問佛陀 如果一個人重複念誦我的名號 不會為他們帶來利益或傷害 但如果他們念誦文書施力的名號 即使只念誦一次 就能夠疏解他們的痛苦 為什麼 佛陀回答 那種力量來自文書施力等偉大菩薩 所升起的慈悲 對啦 魔王力量很大 多少摩子摩順啊 魔王摩取索羅 哇他是第六天的 天地 他掌控了所有欲界 但是為什麼 我們念他的名字 念幾百次也沒力量 因為魔王的動機是掌控 控制你 不是要對你好 那念一次文書菩薩的力量 超過一念魔王的力量百千萬 因為文書菩薩想的是 眾生皆安住空性 眾生皆能夠成佛 文書十大願 下回要各位要念念 文書的願力有多大 道歸極樂 所以為什麼 因為力量來自文書菩薩等偉大 升起了悲心 所以各位 哦你念一下干嘛巴 為什麼力量很大 哦 賢劫千佛 累劫干嘛巴的悲心 在一句干嘛巴的悲心 力量裡面 你就會有一種震動 有一種感動 往生的可以超度 為什麼念 觀音菩薩力量這麼大 為什麼念 歐馬的悲美奉力量這麼大 三藏十二部 所有教法的精髓 在歐馬的悲美奉裡面 你念歐馬的悲美奉 就是跟所有的媽媽說 媽媽 兒子在這邊 每一個媽媽都 哎呀我兒子在教我 因為你念歐馬的悲美奉 所有的佛菩薩的悲心就會自然流露 來利益眾生 所以各位了解如此以後 那我們要讓我們的名字也變成功德 我們每天不斷的 升起的悲心 廣修各種的功德 福德善根 願別人想到我 看到我 叫我名字 得到我的不實 因為你發怨了 願我從今天開始 只要想到我 念我的名字 看到我 跟我握手 得到我累積累積 所有的功德 因為你發怨了 你發了怨以後 你要開始很認真地去累積 所以摩是自私的 你念他沒功德 所以講到這個佛特別交代 修行最緊要的 遠離二知識 清淨善知識 如果你去清淨了二知識 他的動機是自私的 滿足自己欲望的 你去清淨他 像今天法會 今天我們高雄慈悲道場辦法會 是為了一些個人的自私的動機 道場自私的動機 不是純粹利他的 你不來還沒死 來了回去還生病 相不相信 有一個信徒給我 師父啊 你出國沒事 我去拜一個兩方 回到整間房子 亂了 拜兩方對 不對 拜兩方對 問題是那個道長不對 因為他的動機不是為你好 他的動機是為他好 你有錢嘛 站前面嘛 你這個辦完以後 他就會收很多錢嘛 這個動機呢 跟你的動機是衝突了 所以你就會四大不挑了 所以各位不能親近這個 如果我們還沒有 如如不動的時候 絕對真的空性不退轉 你還是先不要接觸負面的東西 而不是說 我很慈悲 就像很多句子說 輸我去忙啊 補超多 這樣不行嗎 可以 但是你要很認真 你不能說 那我跟站體師去玩一玩 反正我也沒去過 看會安裝 丟一丟 丟一丟 你沒有一個真心想要幫助那些魂目眾生 你也不了解他的苦 對你 就不好 所以 我們每一次法會必須要強調 各位要生起真實的悲心 他們很苦 不是來這邊玩一玩 或是某某男居士去 我也要靠 要堆路 要堆下去 因為你有一個雜忍的心 鬼都堆你回來 你得不到清淨的 你反而去回來以後不舒服 就像老師說 我很喜歡送人家佛像 但是最近有一個傳匪 不要在身上隨便帶佛像 那我就在討論這個問題 原來你要帶佛像可以 如果你把它當作裝飾 這些金金亮亮 千手千眼 又空白金 我戴在胸前 真漂亮真漂亮 那你是障礙 因為對佛像不尊敬 那是造業 但是如果你身上戴著一個觀音菩薩 我有觀音菩薩在我心中 我要時時刻刻跑至慈悲 也願意我戴著這個形象 讓別人看到觀音菩薩 也升起悲心斷除魔障 那你要保持這個正念帶著 就像我看到很多人手上戴煉珠 我一看我會有個直覺 這個煉珠一點加持都沒有 為什麼 大好看 一個有正念的煉珠跟大好看 差太多了 所以我想對三寶物 那些佛像也好 佛經也好 煉珠也好 那你的動機一定要很正確 正確 就像我上飛機 在機場 我一定會拿著煉珠 故意的 為什麼 大家都在看 那我是出家人 我要很安詳的 阿彌陀佛阿彌陀佛 眼睛不亂飄 因為大家都在看我 看小姐 阿彌陀佛阿彌陀佛 人家都會知道的 你相不相信 包括我坐在車上 我都不去看別人的車 因為開好車的人就會看 你有沒有在看我 對不對 而且別人開車去載我 都用那個好車 我坐在車上就很慚愧 我都不敢看 因為對方看我 哇 出家人坐好車 他會起分別心 居士載我是沒錯 但是對方不高興 不高興 那你要自己很小心 所以我想各位在這一點 為什麼有功德 一個人活在這個世間 你的形象外表 你的聲音 乃至你一張相片 希望讓別人產生功德 今天海濤法師的相片 我經常看很恐怖 我的相片蹬在那邊 如果我的動機只是一種 這樣比較遠遠 這樣比較出名 別人看到我就是一個障礙 知道吧 希望這一張相片給人家看到 他能夠得到我們修行的功德 也為了要弘揚佛法 我們只好下海了 貼相片了 所以曾經有個法師說 沒有法師一直把相片貼在DVD 海濤法師你實在是夠厲害了 我說你提醒我 我一定要注意 每一張相片都要融入 所有的功德 祈求佛菩薩加持 不是光相片 上面還寫個海濤法師 裡面還聽著我的聲音 如果我有一個雜念 那是造業 因為影響力也大 造業也大 那你沒有辦法一直保持正念 就會傷害 所以這個很重要 所以我經常跟很多居士說 裡面在玩臉書啊 玩微博啊 不要動不動把你相片放上去啊 對會看的人來看 一看就是你在表現你的大頭照啊 今天穿了性感就換一張相片 明天眼睛畫得漂亮 再換一張相片 你根本就是在突顯你自己 你完全不只是利用佛教 突顯你這個女人或這個男人 或是你的思想比人家優越 所以我會告訴對方 你最好把相片拿掉 因為對你不好 你應該換一朵蓮花 這樣就好了 對你不好 因為這個是佛教 這個不是世間法 世間法很 你隨便你放 你如果要表達佛法 一個女人漂漂亮亮 然後放了很多噶馬巴 他準備很多男人跟他接近 然後開始要交男朋友了 噶馬巴只是他一個工具而已啊 因為他利用噶馬巴 在凸顯他一個女态 這樣對不對啊 不對這個你要注意喔 要非常注意 所以各位你在年輕人在玩臉書 你在登你的法語或相片的時候 要非常非常小心 而且你在登這個法語的時候 如果你不是這個法語的實踐者 你也不要寫 為什麼 或是你是這個法語的一個尊敬者 你只是玩弄佛法 那很恐怖喔 你上面寫的 叫男女欲望是世間最苦的 你當作玩笑哪一天就 你就搞邪音了 因為那些魔會找你喔 因為你擺明的告訴人家 斷暖你欲望 結果你心中還有男女的想法 那你就會掉到這個裡面去 所以我想各位你發每一個相片 每一句法語 你都很尊重 很認真 喔 這個是法非常的殊勝 你要用這個動機 特別像我這樣 因為很多人在講海盜法師好 海盜法師不好 反正你很出名 我就很小心 了解嗎 因為只要人看到我相片 念到我名字 我這裡面有一點雜染 現在有人在講海盜法師 剛好他在那邊翹著二郎腿跟女人聊天 你看對方有沒有可憐 這個世界上在聽海盜法師 錄影帶或是生命店正在播的 他正在跳著二郎腿跟女人聊天 那個女人叫他陪他吃吃飯 他正在造二夜 然後他的電視正在播 請問是還是不好 保證完蛋 海盜法師現在很精進的 在帶著大家修行 在談佛法 剛好有人在看海盜法師的某一個DVD 或是他在唸 南無阿弥 那個時候有加持 所以我已經知道了 師父我們去虎牧區 不敢去拿著你的相片 我們就去 我便宜了 我二十小時要保持正念 我要希望大家做焉供 不夠家會找我的 因為人家拿著我的相片 這一點大寶法師也跟我說 多少人在念干嘛八千 所有苦的人在念干嘛八千 所以他二十小時分分秒秒 沒有一秒不保持正念 因為他不希望對方 所祈求因為他而斷掉 因為人家是拿著他的相片在念干嘛八千 他也跟我交代說 能不能你們往生超度 不要把我相片放在那邊 好啊我回去會講 因為我們以前把他當作佛 反正就把你相片放在阿彌陀佛 快點 超度重心 干嘛八的意思是說 這個身體還是凡夫啦 如果你們不要放相片 念干嘛八沒問題啦 所以我們就給他換一邊 換到這邊來 祝干嘛八健康 功德不敢再放超度的啦 但是換段我不敢講啦 他們信徒拿著我的相片去摸 我不知道怎麼開口 能不能不要拿著我的相片去摸 可能我還不知道 那個肉體堪不住啊 因為我只能說 趕嘛八給我說 不要拿他的相片 我不敢講我的耶 意思是說不能拿我 通通不要去 那不行啦 那你還是要去吧 那我就要努力一點吧 好在我們 我們這些師父們大慈大悲 國際情場大慈大悲 百千萬億的焉共 放聲點燈 還有這個力量給他一點點吧 因為怕自己力量不夠 所以我這樣講 我是希望 各位很嚴謹的 當我一出家的時候 每一部經典 每一個善知識的每一個字 都是血淚 所以釋迦摩利佛奉獻了多少血淚 才得到一句法的功德 你要非常尊敬 所以我發覺現在比較痛苦的是 很多人拿了很多佛書佛經 也不看 看的時候也不認真 看完以後也不用 那對你就會有反作用 也不看沒事喔 看了就有反作用 叫見光死 有人去見噶馬巴 很容易開悟 有人去見噶馬巴 回來就退轉 為什麼 因為你去見噶馬巴 你去見佛 不要開玩笑 不要還有愛染心 所以上回我在那邊看 有幾個女生 法王跟你拍照好不好 法王當然說 等一下 頭髮放下來拉一拉 你到底要幹嘛 這樣比較性感 然後來拍一張 那我就 後來幹嘛巴也沒辦法 他看我一眼 我看他一眼 怎麼這樣 但是沒辦法 還有說很無奈 因為對方的動機完全錯誤 但是用無奈 只能回向給他 會有傷害的 所以各位在這一點 就是說 每一句話 因為這麼多人在念文殊菩薩的名號 看文殊菩薩的形象 到了舞台山 通通才看文殊菩薩 那文殊菩薩 那種二十四小時 分分秒秒 很多人晚上不睡覺 還在念文殊菩薩 很多人這樣 三跪一拜 不休息的在拜著文殊菩薩 那對文殊菩薩而言 他不能捨棄任何一個人 包括虛允老法師 每一個前程在念文殊菩薩 聖好的文殊菩薩 必須覆蓋著他 加持著他 不捨棄他 不能說 對不起我在舞台山忙 來不到台灣 他必須要分身百千億的去關心他 就像我們現在在念這一句的時候 文殊菩薩 他就了解我的悲願 我的悲心願能夠幫助眾生 所以你這樣念完這一句以後 你還知道 哇 念觀音菩薩力量有多大 念地藏王菩薩力量有多大 所以各位在念的時候 手合掌很虔誠 那麼大致文殊勢利菩薩 然後把文殊菩薩的這種悲願 就融入在六道了 六道 文殊菩薩早就成佛 諸佛的老師 所以我只是透過不一樣的形象 來利益眾生 那每一次你在念文殊菩薩 念金剛經 念心經 就要保持認真 來 第二 佛之三十二大人像 八十隨行好 佛長久之大樂 與圓滿的顯現 乃是從不斷利益眾生的願望中生起 記住這句話 不斷利益眾生的願望中生起 沒有人會忘了對兒子的關懷 一個孝順的永遠意念的媽媽 父親的痛苦 所以佛的一切顯現 那都是為了利益眾生 所以能夠有相好莊嚴 泛陰神通等等 所以佛的相好莊嚴 佛這種長久的保持這種 這個大樂不是佛要享受樂 是佛要把這個大樂 傳導到所有眾生的身上 當你念我釋迦牟尼佛 歐彌陀佛 你就得到我心裡的大樂 所以願你一切圓滿 所以簡單的說 要我們學這個不斷的 利益眾生的願望 所以我們現在要天天祈願 特別普行恨怨品 成就所願眾 每一樣的功德做完 我們都要祈願 然後讓我們的願力不退 也讓我們的功德 能夠布施給對方 而且佛又講 佛的每一個像 包括一毛孔的毫光 都是一個大悲願所形成的 所以佛眾生有八萬四千煩惱 佛有八萬四千個願力 無量無邊的意思 所以各位你只要在